HELLO,HELLO,2020年3月23日,各位漫迷早晨 歡迎來到今天第二節的漫迷早晨節目 這節節目源於昨天有個留言 有一件事他覺得鄧雲比薩卡很不划算 因為他看到很多評論 很多時候雲比薩卡和阿諾特都會有閘打 很多時候他們倆作出比較 大家都知道雲比薩卡的防守,尤其是殺球等 非常準確 但阿諾特很多時候進攻方面當然會出色 但防守方面他也有很多弱點 大家都看到的 但很多時候二選一的話 每個人都選了阿諾特 究竟他提出一個很有趣的 這個右閘是一個防守的位置 為何大家看的時候又會看出 清先了進攻這一邊這麼多呢 因為阿諾特如果嚴格來說 你當他是一個守衛 他未必是一個很出色的守衛 但進攻方面他當然是厲害的 這是事實 他就問大巴怎麼看 我都簡單回答他 我又想一想 也值得做一集節目 去說說究竟雲比薩卡和阿諾特 他們兩個的特場是怎樣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英格蘭國家隊 兩個都是英格蘭球員 兩個都是右閘 究竟英格蘭國家隊應該會怎樣選擇他們呢 再加上我亦都見到 李奧菲迪蘭在這陣子很多事 經常接受訪問 他都有提過他兩個二選一 我昨天不是說他有個類似他自己社交媒體 有個遊戲 就是二選一 亦都有人問他 雲比薩卡和阿諾特 他都說了他的見解 所以呢 我一次過說了我和李奧菲迪蘭的見解 李奧菲迪蘭的見解當然是專業很多 但我都會說我的見解 OK 好了 但是講這個主題之前 都有一項想和大家說的 要多謝昨晚 一起和我們測試這個Zoom的朋友 結果總共有大約有十幾個 差不多二十個朋友 進來Zoom一起聊天 因為有些朋友說來不了 他們可能想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原本就想著 不如剪一些精華出來和大家分享 但是呢 精華我要遲些才剪 因為我未必有時間 但是呢 今晚呢 我們每晚有一條影片叫做 長片實入慢慢看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今天呢 我就會把我們昨天Zoom的測試 大約一個小時的影片 就放在長片實入那裏 等大家如果有興趣 想知道究竟昨天的Zoom測試發生什麼事 大家看到今晚 出那條長片實入的第一段 就會是 昨晚的Zoom測試 大家可以看看 遲些呢 因為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會看長片實入 遲些我就會把一些精彩的地方 剪一些精華出來 也想跟大家說 現在暫時那幅稿呢 我就暫時會把這個 這個形式的節目叫做 萬聯教室 就是大家 因為Zoom大家都知道 很多現在停課的時候 很多同學或者老師都會用的軟件上課 所以我也覺得不如叫萬聯教室 基本上大家要預備好 即是裝了Zoom才能用到 第二就是 我希望這個是一個平台 是大家 給其他 朋友 即是除了我之外 多些發聲 說說一些東西的機會 所以將來的玩法 就是這樣的 不定期 看看我什麼時候有空就可以 我幾天前會通知大家 亦都會選定一些題目 但這些題目 就會盡量輕鬆一點點 大家可以隨便 輕鬆一點去談論的一些題目 我當然會像昨天一樣 給大家一些資料 到時大家可以自己進來 我在這個節目中 我主要是一個主持人角色 主要是給大家發表你們的意見 所以遲些 我們這個萬聯教室的玩法 記住 我們就會給一個題目 如果你對於那個題目 真的有些東西想發表一下 那你就可以進來玩 但是真的不要 不要 走進來想聽聽 但是別人怎麼說 最好你也有些少的 或者很多的想法 關於那個題目 可以發表一下 因為我很希望 萬聯教室做到一個 雖然好像上課一樣 但是 就是 個個都有機會 講他自己 個個都有機會 做老師 的一個玩法 就不是一個 大家進去那裡 聽我說話的一個玩法 好不好 好 這個就是我希望做到的事情 但是是不定期的 因為其實要搞一搞 我都要搞多久才能搞到 還有我對於Zoom來說 都不太熟 幸好昨天有兩位朋友 比較熟Zoom的在幫忙 OK 暫時是這樣 大家想知道 究竟昨晚發生什麼事 今晚記得 場片細節都可以原汁原味 先看 你沒空 不要緊 我都會剪一些精華詞 慢慢在安排 我們的片段裡 加下來 好 講回正題 雲比沙卡和阿諾特 當然 首先要看看大家的數據 我為了多多個 提供 多多個 指引 所以我就加上Tribia 大家都在英格蘭球員 但他就轉了去 西甲 看看大家的數據上的比較 這個總統的比較 綠色那裡 就是這個 Husko 比較上每一個數據最領先的 你看到 無論在入球方面 或助攻方面 進攻方面的數據 其實都不多 一定是阿諾特 是稱先很多 這個不需要考慮 這個不需要考慮 黃牌方面 我也有點想不到 黃牌方面 原來雲比沙卡 都拿了五張這麼多 因為我印象中 不過 很多都不是一些 搶球而拿回來的 可能是一些 技術犯規 我這個印象 不是很多 他經常拿黃牌 但結果原來他拿了五張 這個當然是一個比較進攻型的數據 這個 這個 雲比沙卡 雲比沙卡 可能會有些短波 不過有一樣東西 我一會兒看 再跟大家說 看看防守方面的數據 防守方面 你看到三個人比較 無論是搶球 即是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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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搶球 雲比沙卡 都會贏整條街 老實說 3.8 1.6 2.1.1 1.2 都會贏整條街 淘汰別人也是 0.5 但不是差那麼遠 我猜不到 原來清波方面 竟然是 阿諾特 是高於雲比沙卡 少許 因為我常常以為 他可能是 未必做到這麼多清波 因為我常常覺得 他脫位 但我猜不到 原來清波 都比雲比沙卡好 那樣 但是 在這個防守數據 overall的 rating 在這個 全數據的評分 竟然 阿諾特 都是高於雲比沙卡 少許 這個 我都覺得 我都不明白他怎麼計 這個分數 我都不太明白 他怎麼計 OK 好了 看完進攻 也要看的 我們看全面一點 進攻一面 說真的 也不用怎麼說 反而原來 大波 我們雲比沙卡 都是1.7 我估計 因為整條右路 被他打光 所以他大波的機會 都是比較多 這個我覺得 可以解釋到 但是分數上 都是贏少少 你看見 如果是說這個 Whole score的分數 進攻和防守 我可能明白 對不起 我搞錯了 原來這個 是 overall rating 來的 大家知道 我現在終於 我剛才已經不明白了 現在終於 好在一路做節目的時候 明白到 這個是 overall rating 不只是防守 不是進攻 所以 這個不關事 所以防守呢 因為我們要建立 就是 防守都是雲比沙卡 比阿諾特 而進攻方面 的確 阿諾特 也比防守好 好 好 到我講了 數據大家大約有個想法 看完 明顯地 一個是攻強 一個是守強 但是 大家要想一下 大家現在心目中 的右後衛 或者左後衛 或者我們叫做右閘 左閘 其實是否還是一個防守球員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 為什麼呢 尤其是阿諾特 阿諾特 為什麼他經常都被人覺得好一點呢 就是因為他令到這個右後衛 或者右翼衛 現在的位置 有一個新的定位 就是什麼呢 其實他 就一個人做了 阿嘉利仔 和阿碧咸的角色 為什麼呢 防守方面 理論上 就是做阿嘉利仔的角色 但是他 可能在防守方面 未必那麼稱職 但是 他同一時間也做到 碧咸斬波的那樣東西 因為他的助手 大家都看到了 他的助攻非常之強 那 所以呢 這件事 由於他是做了一個創新的事情 令到大家覺得 很顯眼 所以很多球兵都很喜歡拿這件事來講 也都將這件事放大了 那麼 也都間接令到雲比沙加好似 很多時候 如果二選一 就被比下去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在現在的足球裏面 即是這十 不要說十年過久 這五至八年的足球裏面 其實進攻也是一個很大的要素 在球賽裏面 當然由始至終 我們踢足球比賽 就是要贏球 贏球就是要入球 所以進攻點都是清先些 也都解釋到 為什麼進攻球員 一定是貴一些 所以阿諾特在這方面 亦都是被雲比沙加懲先 因為他進攻強一點 亦都真的做到很多做工 他都有兩個入球 雲比沙加都沒有 其實雲比沙加有機會的 所以我為什麼經常叫雲比沙加 和梭爾和Brandon Williams 包括達魯仔 這四位雜位球員 真的多練一些射球 其實在現今的足球 你在雜位這個位置 有很多機會射球 你練得好一點 射得好一點的話 你絕對有很多機會入球 Anyway 所以呢 在這方面也是阿諾特受懲先 所以為什麼好像很多的球評 都說如果二選一 要選阿諾特就是這樣 這個希望解答到 那位萬迷的疑團 或者他可能故意 這個問題 其實可能他也有個想法 不過他就問一下大巴的看法 那我就說了 因為進攻在這十年 五至八年的足球 是非常重要 而且贏球真的要靠進攻 所以一些光環 或者一些光芒 阿諾特搶了少許 但是 如果說回實際 我就想引用 李奧菲迪蘭的說話 他說其實這兩個球員 都是好球員 如果有雲比薩卡的防守 加上阿諾特的進攻 就是一個完美的集位球員 說真的 你不用說 李奧菲迪蘭 我覺得這句也很均真 但是他分析他們兩個的時候 他就這樣說 雲比薩卡 在防守方面 剛才也說過 而且 在一個額外的作用來說 雲比薩卡有一件事 勝於阿諾特 就是 他如果要他 拍到一個back 3 他很容易可以進入 可以做到一個 三後衛的back 3 當然 但阿諾特 就應該問一些 因為他這方面 尤其是位置感 那方面 比雲比薩卡差 雲比薩卡也要改善 其實雲比薩卡的位置感 也不是完美的 還有很多改善空間 但是由於他夠快 他在打球方面 真的厲害 是補救了他的位置感差 這方面我又覺得是 如果你要當我英格蘭 我突然間那場球 要踢back 3 那雲比薩卡 我會選他多些 因為我多次要他幫忙 退下來 或者兩個一起出 阿諾特 打回翼位 也有可能 但阿諾特 大家都說過 在進攻方面 所以 李奧特 他的意思就是 他當英格蘭 這樣說 應該兩個都要 升召入五 為什麼呢 兩個都有長處 他就說 在對一些比較強的對手的時候 我要做多些防守 甚至乎 未必一定是back 3 就算一條正常的back 4 我要在閘位那裡 譬如對手的左邊 那個翼風位很厲害 那我就要多些防守 那就是時間出雲比薩卡 因為坦白說 他基本上 把史達琳一動都沒有 這件事已經是很特別的 已經非常出色 但是 如果那場球是對著弱隊的 我要做多些進攻 那我就出一下阿諾特 因為他始終幫到防守 不是 幫到進攻 防守科便 我又不需要他那麼多 所以 這個就是李奧港的情況 我又覺得 當然 如果一個球隊裡面有兩個 當然是完美 所以 我真的覺得 這個也挺好的特別之處 所以 我剛才說的 就是 阿諾特是有些好處 因為他 進攻和防守方面 進攻是出色 而 大家很多時候都忘記了 集位球員 或者右左的後衛 是一個防守 是理論上他們的第一的工作 因為大家都覺得 不是 他們應該還要幫忙進攻 阿諾特是很明顯的 說真的 他的進攻是掩蓋了防守的弱處 很多 記不記得 去年有一場球 就是阿諾特失了位 讓我們阿福仔 進入了球球 我對李奧港的時候 最後我再說一句 我告訴大家 什麼時候 雲比撒卡一定會二選一 大家選雲比撒卡 不選阿諾特 到了阿諾特的失誤 令到球隊輸球 比較多的情況下出現的話 大家就不會選阿諾特 因為 當你的失誤 令到球隊直接失球 或者直接失分的話 大家就開始會記得 咦 這個位置其實還要做防守 你攻 你攻 的話 多好都好 但是你脫下這麼多的話 是會令到球隊受傷害 到了那一刻發生的時候 大家可能就會選雲比撒卡 就不會選阿諾特 OK 今次的節目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